里面我记得好像里面总共10个 他有提出说一定要只能10个 所以你跑回一圈 有个数字就一定要有个固定 就是到10停下来的 0到9 OK 10个数字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 其实如果用Excel来解释的话 我觉得比较简单 因为如果像这些东西把它搬到这边来 如果我想知道 这个范围里面 哪一个数字出现次数最多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哪个函数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在统计里面有个叫Kanif Kanif我们之前也用过 那个算哪一个几率最高 Kanif 这个蛮好用的 Kanif 其实概念一样 只是如果以后你不想写程式 直接Excel就可以了 OK 因为有时候很多东西真的Excel是直觉的 是直觉的 视觉化工具 然后他至少也看得到 但是 Python有些地方是因为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在记忆体里面 除非你把它print出来 或者你看不到 在Excel里面概念都一样 我做一个Kanif按确定 Range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Range 那先把它锁起来 因为等下会向下填满 Kriteri就抓它 它出现了 这个范围里面出现几次 一次 你可以向下填满 算出来 我就知道说 这个次数最多 总共出现三次 我再把这个值抓出来就可以 概念是一样的 如果在Python 其实Python是把这些动作 变成程式而已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把资料放在一个list里面 那在Python里面怎么样把它放在list里面 第一个先建一个空的串 应该没问题吧 空的list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跑到10 所以这边其实 这个就要0 斗点 0可以拿掉 如果从0开始 0斗点可以拿掉 OK 你不拿掉也没关系 只是说 当然少写就可以 如果不写 感觉又更精简 甚至看的会比较赏心悦目 如果可以拿掉的我都拿掉 好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append的什么 把那个输入的词 转换成一个数字之后呢 再把它append到list 那我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它print出来 输入之后 然后把它print 那我们分别把这些一个一个输入 那输入的话呢 我是拿 刚刚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我用复制的 比较快 复制 我这叫题目给的 好 它就怎么样 帮我把这一串东西 分别放到串列里面 OK 这样应该没问题 那 接下来如果我要统计哪一个 次数最高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用一个函数 叫 我把它一样print print list print list 里面它有个方法 点什么呢 它会列出它的方法 有没有 append clear 就把它清空 所以以后你要清空 copy 就是复制 那其中有一个叫kont 有没有 其实这里的kont 就等同于 那个什么 那个excel里面的kontif 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 那kont kont的话 它 所以特别说kont 它的那个range 其实自动就抓到了 有没有 点嘛 所以它意思就是去找 这个串列里面 算一下哪一个 哪一个 所以哪一个值 所以给它一个value 比如说我要统计34 好了 出现几次 那你就给34 其实就不就等于同意的吗 这个地方嘛 kontif他 有没有 意思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 这边我 假设一样 有没有 它就在这里面帮我算 一一次 可是问你来的 那我要怎么知道哪一个次数最多 所以势必呢 我们需要什么 把这个kont的方法 跑个回圈 一个一个去算 这个一次 这个三次 这个也是一次 那我就怎么样 如果找到最高的 三次 那我就把它留下来 最后把这个最高的那一个 输出就好了 ok 那我要怎么把它留下来 留下来很简单 加个变数就可以 所以如果以后你要取得哪一个值 那我们就可以 加一个变数输出就可以 所以底下的话呢 我就把上面这个可以拿下 这个只是一个铺层 那接下来就是 我如果要把那个东西留下来的话 那我就是叫maxc c的话就是出现次数最高的那一个 应该说出现次数 这后面可以补一下 最高的 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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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就把它记下来 10个嘛 所以一样是跑一个range 然后把每一个每一个抓出来 那做什么呢 预设时 0嘛 如果它出现的次数 34有没有比0多 有嘛 所以它就把 它34的次数 它的出现次数 寄到maxc里面一次 那是哪一个呢 是34 不过呢34 是紧接着就18 再来18出现的次数是3 3有没有比1多 有 所以把3又存过来 把18又存到n里面去 那最后跑跑跑跑 反正呢 只有最大的会留下来 那最后呢 就是18了 因为没有比18大 所以我把18print出来 然后再把它的次数print出来 这样就ok了 不过这里的话 我一直在想说 这边跑一个回圈 这边又跑一个回圈 那是不是一定要两个回圈呢 其实我一直在想 有没有更简单呢 不过好像看起来 因为第一个回圈 是把资料放进去 这个没有办法改 下面这个回圈 好像你也势必 一定要一个一个慢慢算 我也试过 你说要重新排序 排序算几个 可是好像更复杂 重新排序嘛 不是一样的就放在一起了 就像说这边 你也可以什么 把这边做一个资料里面的排序嘛 A到Z 或Z到A 那不就一样的在一起 可是问题 你排完序 你还要去算哪一个 那会更麻烦 没有抗的简单 所以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目前想到 这样应该是相对简单的方法 最后把它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结果 最后结果的话 如果我今天执行之后 一样输出题目要的这些 最后如果可以跑出 18 跟3 那你就得分了 把这个结果 储存之后丢上去 绿灯 恭喜 你就拿到10分 OK 不过建议 我们演练 我在Eclipse 不过 你打程式 我是建议 直接在那个Spider里面 这样的话 你以后比较会熟悉 那种Spider的环境感觉 至于未来 你习惯用哪一种编辑器 我觉得无所谓 每个人习惯的环境 都不一样 你可以自己找一个 你觉得比较 这个喜欢的环境 打无所谓 甚至未来会不会有更好的 开发环境 应该也会有 只是说要不要浅而已 目前看起来 Eclipse 应该是IBM 无偿捐出来的 这个 一个编辑器 我觉得到目前来看 这个环境真的是 还蛮优的 应该也没什么值得好挑剔的 未来 可能大家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2019 就是今年Office即将改版 然后会不会把VBA变成Python 不会 再下一版 因为它有风声 可是哪个版本会改 不知道 只是说 我们可以预期的 应该以后Office 里面就会有Python 以后 至于多久之后 所以 这个也是象征 就是说 VBA还能够存活多久 是不是 因为它一出来 可能大家就会开始想说 那我干嘛还要学习EA 不过还有个问题 因为企业不可能马上 改用最新的版本 所以变成说 会有一个 就是 就是过渡期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管说它改哪一个环境 我是觉得对我们来说应该也 没什么太大差别 反正 不也就是这样用 其实我以前的用法也都是 直接去存取它的物件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那只是语法上 我也一直强调 语法里面是可以互相的变换的 不会有问题 其实 你比较熟悉之后 不管你用它怎么改 反正你已经准备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604这一题 重处部分 再试着把它做做看